那我们之前都是使用Window Phone的这个东西 那现在呢,微软的新一代的做法是WPF 但是这个WPF恐怕也不够新 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电脑教室惯的是2010版的 2010版的WPF 那现在其实有2012版的Vidual Studio出来 那它里面的韩式库也会有一些版本上的更新 不过即使是旧版的,我们还是可以看一下 那这种WPF其实它还有分浏览器应用程式 那其实原则上应该就是微软的Silverlight的应用程式 那所以微软企图用同样的一套去支援视窗和Web的架构 那这个是WPF的范例 我们来试试看 WPF的专案从这边 不再选Window Phone,选WPF进去 那你会看到一些比较不同的东西就是 当我选了WPF进去之后呢 它不再是一个单一的Windows的视窗的画面 之前画面比较简单 现在变得比较复杂 那这是我们这学期 也觉得不应该使用WPF的原因之一 因为你一开始就让各位看到这个东西 很多同学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那在这种一开始就看到这种东西的情况底下 你会觉得或许WPF对入门而言会比较容易一点 那其实它还是有一些视觉化的元件 像是这个按钮 我们再来看 OK,你也还是可以拉 那你拉出来之后呢 它会对应这边会产生一些改变 像这里多了一个Button 就是我拉出来的Button 它的Height是23 然后Alignment是往左 然后边界呢 是这些 是这么宽 那你可以看到它其实 所有的东西都写成这种格式 那这种格式叫做SAML SAML其实是微软制定的一个 SAML的标记语言 那用来描述这个 描述这个WPF里面的程式的视觉化界面 所以当我在这边改变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这里也会改变 我们稍微移动一下 有没有看到 我刚移了一下 这边变365 再注意一下 现在是365 118 我们再移一下 变成26459 所以当我在这边改变的时候呢 这边也会改变 那如果我点两下 它一样会跑到程式里面去 所以其实WPF跟Window Phone是很像的 那只是它多了一道界面是这个 把视觉化界面用SAML的方式去定义 OK 那你就可以看到视觉化界面 它的定义方式会写得比较农长一点 那之前它的视觉化界面呢 不是用SAML的方式定义 视觉化界面其实还是直接用程式码的方式写在C Sharp的档案里面 但是它多出了这一层 就是有它一定的目的 它希望说把它跟Web的东西结合在一起 那所以如果直接写成C Sharp 那种东西是没有办法放上Web去跑的 但是呢 这并不是微软的强项 所以当你把程式放到Web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真正在Web上面使用微软技术的人 并不算真的很多 那现在在Web上面使用的技术往往是 我给各位稍微看一下 在Web上面目前使用的技术很多 那其中像各位曾经有听过像 比如说Ruby这种东西 那这个是专门用来写Web的程式的 那像Python 它也可以写Web的程式 Ruby其实也不完全是 只能用来写Web程式 但是它有一个叫做Rail的框架 那那个Rail的框架 它把Ruby让Ruby在那个Web上面使用的数量比较大 那这是一种一种程式语言 它可以就是一个日本人发明的程式语言 那所以它后来其实也被很多各国的人所采用 这是松本行红 那通常网名它是Matz M-A-T-Z 那这个是Ruby大致上的一些程式范例 那它有它好的地方 那当然也不见得说它就在各方面都很好 那比如说你要拿Ruby来写视窗程式 就很困难 OK 所以通常用Ruby语言写的人 不太会是写视窗程式的那些人 写视窗程式通常还是用像C Sharp这样子比较多 那但是现在视窗也分了好几个版本了 因为微软不是在读大了 那我们现在所用的这一个Windows 虽然大部分的人还是用它 但是现在用Mac的也越来越多 那过一阵子其实我们这间教室就会换成全部都是Mac 那因为苹果越来越强 那苹果上面它用的也当然就不是Vidual Studio在开发市场程式 它用的是像Xcode这种另外的城市的开发环境 那它用的语言也不是C Sharp 它用的是像比如说Objective-C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比如说Objective-C 好那这是Objective-C 我们稍微看一下维基百科的写法 那你要写iPhone、iPad或者是iMac上面的城市 几乎都是以这个为主 所以在在视窗上面你会发现我们写的程式的方法跟平台有绝对的关系 你在微软上面你可能最好使用的就是C Sharp加Vidual Studio 但是呢在苹果上面你可能就要用Objective-C 然后再加上像这种Core卡之类的这些东西去发展 那这是在苹果的平台上面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要写现在很多重点又开始已经除了桌上型电脑以外 那现在一个主要的战场是是手机和平板 那手机上面的环境就更加纷乱 手机上面的环境呢目前有几组技术在厮杀 那背后当然就是就是有几组的公司在在抢市场 那手机第一个目前最大的当然还是iPhone、iPad 那那个iPhone、iPad的开发就是用这个Objective-C 然后Core卡、S-Code这些东西 那另外呢微软当然也有 那微软现在走向就是它基本上希望说透过WPF这样一套去整合 包含手机的东西 但是目前整合到怎么样的情况 其实我没有很密切的去关注 那所以你如果写微软的手机程式的话 那那其实应该还是会用到WitcherStudio这些东西去开发 但是我比较有碰到的是 我曾经写过一些Android的程式 那所以呢 像Android上面 它所使用的 就是Android的手机 像我现在的手机也是Android 那宏达电的HTC还有三星的 现在大概都是Android的手机的主要生产厂商 那Android的开发工具就又不太一样 那你可以看到Android的我们开发的时候呢 它是用一个以Java这个语言为核心的一个开发平台 那然后呢 它所使用的开发环境是Eclipse 那这是Android的架构 我们看一下Android的系统架构 那它使用的完全跟你现在所学的视窗是完全不一样 因为它不是微软平台的 那它所使用的是 其实Android是一个拼装出来的系统 作业系统 那是Google所拼出来的 那事实上也不是Google拼出来 事实上是Andy Rubin 他之前创了一家公司 那那家公司呢 就是做了Android的这个系统 后来呢 Google把那家公司并购了 而且把那个Andy Rubin找去当他的副总裁 那所以他们就释出了这样一个架构 叫Linux 是根据Linux为基础 然后在上面呢 再加一些韩式库 这些韩式库绿色的部分都是用C语言写的 然后呢 这里多了一个虚拟机 叫Android Runtime 那他有一个Core Library 还有一个DVM虚拟机 那这个虚拟机 其实是一个Java的虚拟机 那所以他的虚拟机上面 就直接接上Java的韩式库 那再接上就创造出一些Java的应用 那所以他其实整个系统的设计想法 就是拼装 我怎么样用现有的开放原始码的东西 把它拼出来 他就这样子做了 那Linux的核心 开放原始码的 这些韩式库大部分 OpenGL ES这些都是开放原始码 SQLite WebKit都是开放原始码的 那接下来呢 Android的Runtime 这是他们真正自己做的 当初Andy Rubin 他们真正自己做的是这一部分 那Google并购的主要 就是他利用这一部分 把整个系统架构出来 那上面呢 再加上一个Application Framework 这里有很多 有一部分自己做的 但是有不少也是从Java的社群里面去 开放原始码社群里面去弄出来的 那所以他就是拼装 整个很快速的拼装出一个手机作业系统 而且包含视觉化界面 然后有以Java为开发工具 那透过这种方式 他可以利用很多开放原始码支援 包含像我们在Windows里面看到的 这种视觉化开发界面 在开放原始码也有一套是IBM是出来 不止一套啦 很多套 那Android所使用的是IBM是出来的 一套叫做Eclipse 我看我们这边有没有灌 Eclipse 好像没有看到 这学期这个电脑好像没有灌Eclipse Eclipse其实有时候不会出间接境 那这里好像也没有看到 所以这间应该灌Eclipse 我给各位看一下Eclipse 那这是Eclipse的下载点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Google并没有做开发工具 它直接是利用现成的开发工具 开放原始码的开发工具 那这一套其实当初IBM是出来之后 开放原始码接手 就继续一直发展 那通常你下载这种开发工具 就可以去开发Android的程式 但是还要再加冠一个Google释出的套件 就可以了 那这是Eclipse 你可以从像维基百科 你也可以看到Eclipse的介绍 你可以看到它的开发环境 像这样 那跟微软的 其实也不会差太多了 只是它的视觉化的拖拉环境 没有做得像微软这么好 但是也有人为它做视觉化的拖拉环境 那这个是Eclipse的维基百科上面的介绍 那它可以开发的语言主要是Java 但是后来其实它也可以开发C++ Python PHP 各式各样的语言 很多都有 那这是我们提到有关于视窗的开发的现况 那所以不只是桌面电脑 手机 那现在视窗的环境非常非常的分歧 那开发的方式也非常的多样 那这对你要学而言的话 其实是一个很困扰的事情 有没有人会把这三套通通都学好 就是Android、Apple、Windows比较少 大部分的人都会专注一样 然后就赶快去做产品 那如果是一个比较有规模的公司的话 它同时出一个软体 它就三套都有 但是它要养一堆人 那一堆人里面各自熟悉不同的技术 它才有办法把同一套软体 出在三个版本上面 OK 那这个对 即使对那个有规模的公司来讲 也是一个困扰 所以现在很多有规模的公司 它即使出软体 它也是先出一套 先出一套苹果版本 iPad的版本 然后接下来呢 再移植到Android 然后再移植到Windows 往往会有这种选项 要看它觉得哪一个平台上面 它可以是最重要的 它要先从那边赚到钱 它先做那个平台 然后之后再慢慢去移植 那往往会有这种情况 那但是呢 这种情况对程式设计者而言是不利的 对不对 因为你要写那么多套 那你开发的成本 会根据你的平台的数量而增加 而且会增加很多 所以对于程式开发者而言 其实有这么多套 其实是有点困扰的 那所以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程式开发者 他们在寄望一件事情 就是Web有没有办法在手机和电脑上面同时跑Web程式 那如果今天要在手机和电脑上面同时跑Web程式的话 那目前的解法几乎我们所能看到的主要只有一种 因为在手机上面呢Flash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在手机上面跑的 但是因为之前苹果阻挡Flash进入iPhone、iPad 但是后来虽然Flash还是进了 但是那个Flash的公司 就是Adobe他已经说了说 他不再开发手机版的Flash 他已经停掉那一个手机版的小组 所以Flash现在看起来在手机上面也不太容易 不太可能再持续的很好 那在PC上面是会持续的 但是在手机上面它可能会断掉 那所以目前的技术其实比较偏向于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HTML5加上JavaSquid 那HTML5这个又是一个它并不是视窗程式 那它是一个怎么讲 把浏览器就是你看到的这种web的画面这种写法 这种写法你看到的这个写的已经太复杂了 Google的 OK那这种HTML的网页的写法 基本上就是网页了 那让网页里面跑程式 然后网页里面跑程式就可以在浏览器里面执行 那网页里面跑程式 目前基本上几乎只有一种 就是JavaSquid OK那所以只能跑JavaSquid的情况之下 JavaSquid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那所以呢HTML5其实它必须要跟JavaSquid放在一起看 你才看得出来它的意义 那所以呢这边的技术其实就是利用HTML5JavaSquid开发手机应用程式 这也是一种可能性 那这里现在有很多人程式设计的人 希望使用这样的方式去开发 那但是以这种模式而言 目前还不算是非常成熟 那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就是Facebook Facebook如果你曾经灌过它的手机的Facebook 手机版的Facebook 像Android的里面其实通常 像我的这只HTC的手机 这只是HTC的Legend 但是它的Facebook呢很难用 非常难用 进去就当 OK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初他们Facebook一开始 他就用HTML5和JavaSquid这种架构 去开发他的手机应用 那结果呢 他们之前是给予很大的期待 那但是到了后来呢 尤其是大概就两个月前吧 Facebook的老板 突然说采用HTML5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OK 那这就使得很多人就就开始觉得质疑说 HTML5到底能不能用来开发手机应用 连Facebook这么大的公司 他都做得很烂 然后反而Facebook 因为这边做得很烂 丧失了一些先机了 你去想一想 Facebook的自然延伸 照理讲应该就是画质APP LINE 这些东西 但是Facebook却没有去做 因为他困在HTML里面 困了很久 他连那个城市人家进去就当机了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再提供更好的东西出来 所以后来佐伯克才会说 OK 这是Facebook的用HTML5 在手机上面其实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但是呢 前几天呢 就有人觉得 你Facebook做不出来 不代表这个技术烂 你Facebook做不出来 是因为你Facebook的城市人太烂 OK 所以有人做了一个Facebook 因为你很慢 我们很快 所以我们Facebook 好 所以Facebook 这里Facebook 他还放在Facebook里面 然后呢 他就在想要证明一件事情说 真的不是因为 因为HTML5太烂 是你Facebook不会用 不会用HTML5 这里好像不太对 我可能没有找到 来 OK 好像不是这个 看一下 等一下找到再给你 就是 有人做了一个Facebook 而且做了一个展示 或许找YouTube会比较快 看一下 Facebook 真的没有看到 这里 就是这个 好 这个影片呢 他就在展示 Centra Facebook 我会看到 HTML5 在这边 我们在展示 我们在展示 爱的 Web 我们在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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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ML5 可以 就是 可逐渐 成为 成为 建议 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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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建议 Here's the latest Facebook native and our Facebook HTML5 app. Let's review the news feed, which represents a window into over a billion content creators, and it's the main component of the app. As we scroll the page, the app dynamically loads in more data, all while maintaining a smooth frame rate. In addition to the vertical scrolling in the news feed, you can also scroll horizontally to view photo albums. I will show you the native button. Here's the HTML5 a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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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t's a bit of a speed. It's a bit of a speed. to get to the navigation menu in Messenger quickly. When working with your wall in Facebook, you will notice that the data here is lost any time you change views or refresh your wall. This isn't the case in our HTML5 app. And we also allow you to freely and quickly switch between all views without losing any data or state. Here, we have a story with many comments and likes. With the native app, following a conversation means having to tag on view previous comments. We've come up with a different approach. Using nested movement lists, the user experience becomes better, regardless of the amount of actual data. And with our layout system, you get rotation in any view. Web technology makes it easy. Providing a great experience with the diversity of content and your endless stream of data can prove a challenge to even most seasoned developers. While Facebook's iOS team has done a very good job, we've shown that it's all possible with HTML5 today. Now, let's take a look at an intro. We'll start again at the newsfeed. The first thing you'll notice on native is how little data is loaded each time you reach the problem with the newsfeed. You get a lot of pauses to load just a little bit more data. This is a very different experience than that on the iPhone native version. But in ours, we maintain the same experience on both devices. Full to refresh, with the newsfeed on native, resets all its data. We don't do that with our HTML5 implementation. Switching to the wall, we can see that doing the refresh causes all the data to be lost on the native app. Where we keep your data available with HTML5. We set up to show that you can build the challenging parts of the native Facebook app in HTML5. And we built the framework that makes it possible. We believe that HTML5 is the technology and it's ready right now. So, it says HTML5 is not able to use. It's because you Facebook won't write. Ok. That's a question. That's a question. That's the question. That's the question. What do we learn more about HTML5? Actually,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We don't know. You don't know. I'm not sure. Maybe it's a project. Yeah. It's a question. 那我们也不知道 在城市这个领域真的往往都是这样 就好像买股票一样 你知道它明天会涨我就买 但是问题是谁知道它明天会涨还是会跌 没有人知道 那城市的技术领域也是一样 我不知道接下来的环境 技术 然后语言啊平台走向会是什么 我们通通都不知道 那所以我今天要稍微给各位介绍一点 就是说OK 如果你今天呢 想要在手机上面用JavaScript来开发 那譬如说你就可以用Titanium这一个平台 它已经帮你建立好用JavaScript开发手机程式的基础平台 然后你用这个Titanium的开发环境去开发 而且开发完之后 它是用JavaScript的HTML去写 然后写完之后呢 你可以把它编译到变成原生的APP 可以直接安装使用 那这种 那照理讲用HTML写的话 照理讲不用安装 但它可以让你变成可以安装 这样你还可以储存一些资料在Local 那可以使得说你的速度就不会限制说 每次都要从网路上抓 那事实上HTML5也有考虑到这一点 它有设计了一些离线机制 那像Local Storage这种东西 那你也可以把它抓到你的手机上面去 去执行而不需要安装的 那这也是一个可能的方向 那另外一种做法是 我不要把它变成APP 这种是变成APP的形式 另外一种做法是 我不要变成APP 那我不要变成APP的话呢 我怎么做 我们可以用像这种Node.js 那这里Node.js 这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维基百科的介绍 Node.js 那这应该有中文版 各位看一下 Node.js它是一个事件驱动IO伺服端JavaSuite环境 这写得好复杂 那是由Google的V8引擎 所所 就是基于Google的V8引擎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就说 JavaSuite本来只能在浏览器里面执行 那但是Google为了让它的浏览器能够跑JavaSuite跑得很快 它又并购了另外一家公司 那个家公司做出了一个JavaSuite的编译引擎叫V8 JavaSuite的照理讲一般来讲是解译式的 那各位如果对解译和编译有概念的话 你会知道说解译式的的程式执行通常比编译式的漫上100倍 OK100倍 那所以如果今天可以把它改成编译的话 那JavaSuite就会变很快 V8就是做了这件事情 它用即时的动态编译方式 让你的JavaSuite直接就变成机器码可以执行 OK所以它很快 但是当然还没有到像C元那么快的程度 还是会慢上个两三倍 OK但是它已经即使慢上两三倍 比起那个慢上100倍的 快了三四十倍吧 OK 所以这就让JavaSuite很有可能可以在手机上面也表现得很好 OK 那这个Node.js其实不是要给你在手机上面用的 它是让你在PC上面用 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架网站 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 我们可以用Ruby来架网站 OK 那用RubyUnreal 那我也可以用Node.js来架网站 OK 那但是在Node.js上面 我用的程式员就不再是Ruby 而是JavaSuite 直接用JavaSuite来写程式 直接用JavaSuite写前端和后端 那这是一种可能 那它的写法 这完全是网络程式设计的写法 那我们上次有给各位几个范例 那个范例是 写一个Web Server 然后呢 甚至我们有写网路爬虫 Crow 我们还写了聊天室 多人聊天室 那各位如果有印象 那所以那边的话 其实就变成说 它在Node.js上面 其实就是以那种网路程式的架构在跑 那它已经帮你把网路函视库的那些东西 几乎都写得很完备了 那比起Cshop而言 它在网路上面的着力更多 那但是它没有视窗的那种东西 其实应该说至少很不成熟 那所以它通常是用来写网站 用来写网站 那但是为什么要用它写网站呢 你的JavaScript程式可以重用 你可以放在客户端 也可以放在视乎端用 也就是说 你的这些程式还可以搬到手机上面去跑 如果你想要的话 可以搬到PC手机网页里面直接跑 那当然它的函视库必须要有支援 所以不是不是所有的JavaScript的函视库 都可以在在浏览器端跑的 浏览器端只支援某一些JavaScript的函视库 是基本的 剩下的呢 你必须要是从从Server的上才可以用 那所以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先看到这边 那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是多少 是